2024 拿起球棒亲自签名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开箱全国进总 合体总统蔡英文 We are team 台湾 那我这个是写目标 就是赖清德高票当选国会过半 许德月看来很一致 这也是前代会后首次两人选举活动上合体 在所有的候选人里面 赖清德是准备最充足 也是最适合带领我们台湾 继续往前走的人选 这是一块湖地 我希望延续蔡总统两次竞卷的福气 赖清德诉求大团结 但这两次谈何容易 尤其接下来就是部分区提名 有人抢发神 总统的选项 我命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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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隶属政国会的余天二度公开喊话 只是赖主席没承诺 倒是先提体育界有好人选也可以 让更广大的民主力量 共同承担台湾下一个阶段的使命 在部分区如此 在体育界有人推荐 然后我们提名小组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那当然自然而然会有体育的人选 毕竟部分区民单也不是只考虑自家派系 另外网红赤鲁日前称马民进党会被抄家被出诊 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言论 但是发表言论的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法治的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在表达相反意见的时候 也能够注意到 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只怕水能在州 亦能复州 TVBS的林明慧里组和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道 请不吝点赞道